幾乎每個國家的神話裡都有一個大洪水傳說 不僅是我們熟知的聖經羅亞方舟的大洪水故事 位於中東的蘇美爾 亞洲的中國和印度 非洲 希臘 南美洲的馬雅 印加 美洲的印第安人 還有其他不同國家大大小小的大洪水神話傳說 已知的洪水傳說總數多達270個 這些地方遍佈世界不同的角落 為什麼古人會流傳一個相同的傳說 有人說古代的人其實是居住在同一個地方 他們同一時間經歷了大洪水 後來他們出於某些原因而移居到世界各地 因此攜帶著同一個神話傳說 有人說我們認知的人類文明之前 有其他更高等的文明存在 而這些文明的消失也是因為這一場大洪水 有人說大洪水傳說中的方舟已經找到他的殘骸 因此推測神話傳說 又或者聖經中所說過的大洪水 是真真實實有發生過 亦有人說一萬二千年前曾經有一顆衛星撞落地球 因此神話學、考古學、地質學、人類學、天文學 都相繼找到相關的證據可以證明這場洪水的存在 大家好 我是大大 歡迎再次來到大MansionD 今天我們就一齊來說大洪水之謎 首先你看這條片之前 我是建議你看三星堆之謎和蘇美爾之謎這兩條片 因為今集的內容其實有很多東西都是和這兩條片相關的 甚至乎如果你追了我一段時間 今集大洪水之謎可以說是大MansionD 古文明系列的第三集 如果說起大洪水的故事 我想大家最耳熟能長的 一定是聖經中羅亞方舟大洪水的故事 所以我就會由聖經羅亞方舟的大洪水故事開始說起 根據聖經創世記的記載 就在阿當和夏娃偷償禁果之後 兩個人就被逐出伊甸園來到凡間 阿當和夏娃生了凱隱、阿伯和塞特三兄弟 成年之後阿伯就從事牧羊 凱隱就以慕容為身 當他們長大成人之後 凱隱與阿伯分別向耶和華獻上供品 阿伯就獻上了初生的羊仔和羊枝油 而凱隱獻上的就是土地裏出產的蔬菜 耶和華看中了阿伯的供品 而沒有選擇到凱隱的供品 因此凱隱老修成路 之後他就將阿伯帶去田野間 將阿伯殺死了 如果你是相信聖經裡創世紀就是人類的起源 那該人謀殺阿伯就是人類史上第一宗謀殺案 該人殺死了阿伯之後 就流亡到伊甸園東邊的羅德之地安頓了下來 人類也從此出現了貪婪和暴力 不過神仍然相信人類 希望給人類一次悔改的機會 還派了兩百個天使來到地球上面 他們是人類的守望者 主要就是觀察人類 並且向上帝報告人類的情況 但他們不可以跟人類接觸 但又不知何時開始 有一些守望者對人類的女性產生了慾望 在《藝經》《以樂書》中有一個天使叫做薩米亞澤 他就是這二百個守望者天使的領導者 這群守望者被對凡間女性的慾望所吞噬 甚至乎他們想反對天堂的命令 從而可以圓滿地實現他們的慾望 薩米亞澤說服他的守望者同伴 加入他和女性通姦的計劃之後 他就和這些受到慾望牽制的天使 去引有其他同樣受到慾望所控制的人類女性 天上和地上兩種不同的生物交配之下 所誕生出來的就是尼菲林 即巨人 在守望者和人類結合之後 他們就教了人類各種禁止的藝術、科學 以及一些真正屬於天國的知識 一些天體的秘密和奧秘 甚至乎薩米亞澤會教人類使用魔法和戰爭的秘密 包括野金和武器 製作友人的裝飾品 包括珠寶和化妝品 其實這個情況就有點像希臘神話裏面 普羅米修斯教了人類使用火這個技能 所以從這裡已經開始看到 其實每一個神話之間 他們都有相類似的元素在裏面 這一點我會在之後補充 隨著時間的推移 巨人和人類的行為對主有著極大的不敬和淫亂 他們走入歧圖 所有的一切都被敗壞了 在基督教《舊約聖經》裏面 創世紀的第六至到第八章記載 創造世界萬物的上帝耶和華 見到地上充滿敗壞、強暴和不法的邪惡行為 於是計劃用洪水消滅惡人 地上充滿惡事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叛逆天使來到人間 和地上的女子發生關係 他們生下的後代都是殘忍的巨人 在地上為非作大、無惡不作 於是上帝就決定一舉消滅地上的壞人和壞事 只是被好人留下、擺脫惡人的影響 同時他也發現人類之中有一個叫羅雅的好人 《創世紀》裏面曾經記載羅雅是一個二人 在當時的世代是一個完全人 上帝命令二人羅雅製造一手巨型的方舟 根據聖經上記載 方舟長133.5米、闊22.3米、高13.4米 即是說方舟的長度是他的高度10倍 方舟的總容量是4萬立方米 他的大小和排水量差不多是鐵達尼號的五分之三 即是超過一半以上 上帝命令俄雅把地上每一類生物 都至少留下雌雄一對,帶入方舟裏面 其中上帝認為潔淨的動物要保留7對 上帝認為凡是酒壽中有雙蹄、有子和會反磋的動物 都是潔淨的動物,其肉可食 簡單來說即是認為草食性的動物是可以食用的 而食肉動物的肉是不可以被食用的 其實這一點都挺科學的 因為如果他是食肉動物的話 其實有機會是會食腐屍的 而腐屍上面是有很多不同的細菌和病毒 所以人類吃了這些食肉動物的肉 是有可能會感染到這些細菌和病毒 就在羅雅建造方舟和收集不同動物的同時 他都有向其他人類宣布上帝要降下洪水 如果要逃過大洪水的話一定要進入方舟裏面 但當時沒有人採取他,覺得他是一個傻人 照樣喝飲食、享受生活 於是最後只有羅雅一家八喉進入方舟裏面 神要消滅墮落天使人類和他們所生出來的巨人這個位置 其實你可以看成因為人類和墮落天使是神造出來的 但是巨人就不是神造出來的 巨人是墮落天使和人類交合之下生出來的 所以你可以理解成神要消滅一些他沒有做出來的生物 當羅雅完成了方舟和收集所有動物之後 上帝就在羅雅600歲那一天從天上降下了突大的暴雨 連續四十天四十夜又令到地下水不停湧出 令到地球的水位不停上升 大水湧來的時候就浸過了地上所有的陸地 將大地上一切的生物全部都消滅了 唯有羅雅方舟裏面的人和動物可以得以保存 於是大概在一年之後洪水就退去 而羅雅和其他動物就開始回到陸地 羅雅一家感謝上帝後 上帝允許他們食用動物的肉 但禁止他們食用血和被辣死的動物 因為他們認為血液是神聖的代表生命 所以這裡其實留下了一條伏線 就是為什麼吸血鬼要吸食血呢 因為血是神聖的 而上帝禁止所有人類食用血 所以吸血鬼吸食血這個行為 其實就是對上帝的蝕俗 以及吸血鬼這個題目其實是很有趣的 我以前曾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是專門研究吸血鬼 所以將來我也會出一段影片講一講吸血鬼這個題目 羅雅一家人從此在生土地上繼續生活 而在大洪水過後 在魂彩中神立下一道彩虹 向羅雅承諾不再用大洪水摧毀大地 所以在聖經的故事裡面 彩虹是代表著神對人類的承諾 是承諾他不再使用大洪水 而我們要記住彩虹這個點 因為之後在其他的神話裡面 我們會再見到相類似的東西 根據聖經記載 羅雅的後人就是各個民族的共同祖先 後來有一個人叫尼錄 也是地上第一個建立政治制度的人 他提議修建巴別塔 甚至乎覺得自己有能力可以跟上帝對話 由於上帝覺得人類實在太傲慢了 所以上帝就混亂了人類的語言 令到他們無法合作和互相理解 自此人類只可以向世界各地遷移 而巴別塔這個故事也是 聖經解釋為何會有不同的人種形成的原因 這個就是大致上在聖經裡面大洪水的故事 至於方舟用了多久的時間才做出來 其實是沒有一個肯定的答案 有人說是40年有人說是100年 不過我自己個人認為 最有可能就是50至78年左右 因為根據聖經的記載 羅雅在500歲的時候生了三個兒子 但這是一個非常簡化的說法 所以正確應該是說他500歲左右 開始生了三個兒子 但他沒有說明每個兒子相隔多久才出生 也沒有說明哪一個是哥哥哪一個是弟弟 在創世記的第十章 雖然有提到羅雅的兒子的時候 通常都是說閃、含和雅伐 因此有人認為閃放在最前應該是哥哥 但在某些版本裡面 他說閃是連長雅伐的兄弟 因此有人認為雅伐才是哥哥 而上帝吩咐羅雅建造方舟的時候 有提到羅雅的兒子和媳婦們 所以在神通知羅雅建造方舟的時候 他三個兒子應該已經結婚了 因為如果他未結婚的話 他不會說羅雅的兒子與媳婦們 在已知的記載裡面 洪水降下的時候羅雅六百歲 當時他的兒子閃、九十八歲 假設羅雅是五百歲生閃 再假設閃二十歲才結婚 而上帝吩咐羅雅建造方舟的時候 羅雅馬上實行 因此製造方舟的時間最大值應該是九十八減二十年 因為洪水降下的時候閃是九十八歲 而羅雅是五百歲開始有三個兒子 即是羅雅是五百零二歲才生閃 那他生了閃出來 他沒理由一出生就可以結婚 起碼也要等二十年 所以當洪水降下的時候閃98歲 扣回他可能要到二十歲才結婚 所以中間這個位置就有七十八年了 所以羅雅方舟的製造時間的最大值就是七十八年 但如果閃、含、雅伐三個是分開不同時間出生的 再等他們三個都娶老婆 這裏可能花了十幾二十年時間 所以我會將最小值推到五十年 所以製造方舟的時間可能就是用了五十年至七十八年左右 而大洪水的持續時間也是有爭議 因為有些人說是四十天 有些人說是一百五十天 有些人說是一整年的 但其實在創世記裡面已經有清楚的解釋了 在創世記的第七章第十二節 是有提到洪水四十早夜降在大地上 而在創世記的第七章二十四節 它是說水勢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 而在創世記的第八章第十三節 它有說到羅雅六百零一歲地上的水都乾了 因為羅雅六百歲的時候有洪水 那他六百零一歲地上的水都乾了 那就是用了一年時間 所以理解了以上三段之後 它應該的意思就是說 當時連續下了四十日雨 而那些積水維持了一百五十日 直到過了一年之後 地上的水才全部退了和乾了 不單止聖經中羅雅方舟有大洪水的故事 世界上不同的國家都有他們的大洪水故事 在這裡我選了幾個比較有討論價值和可對比性的大洪水神話 首先在希臘神話中有三代神王 第一代的神王是烏拉諾斯 第二代是克羅諾斯 而第三代的神王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宙師 克羅諾斯是第二代的神王 他手下還有一批神 在希臘神話中就叫這幫神做泰坦神 泰坦神跟烏拉諾斯和克羅諾斯一樣 是巨人 其中有兩個泰坦神對人類很重要 第一個叫做普羅米修斯 第二個就是他的弟弟艾比米修斯 因為是他們兩個創造了人類 普羅米修斯用泥按照自己的形象做出了人類 這一點是跟聖經一樣的 因為聖經裡面說上帝用泥土創造了人類 同時普羅米修斯也創造了世界上不同的動物 而艾比米修斯就負責賦予不同的動物一些能力 例如他賦予獅子的勇猛、寧羊的速度、獵鷹的視力 當他將這些能力一個一個給予動物之後 最後就來到人類了 他才發現原來手上的能力已經全部給予其他動物 他發現自己手上沒有能力可以賦予給人類 所以以古希臘的神話傳說裡面 人類就承繼了普羅米修斯的聰明才智 但是同一時間都承繼了艾比米修斯的愚蠢 後來宙斯就戰勝了他的父親克羅諾斯 成為了新一代的神王 因為普羅米修斯和艾比米修斯 其實是第二代神王的泰坦神 即是他們跟克羅諾斯 所以以現實來說 宙斯就成為了一個新的政權 而普羅米修斯他們就是前朝的人物 由於宙斯剛剛上任他又沒有什麼功績 所以一開始其實是沒有人尊重宙斯的 宙斯知道普羅米修斯兩兄弟創造了人類 所以希望人類都會尊重新一代的神王宙斯 希望人類都可以奉獻一些祭品給宙斯自己 所以宙斯就叫普羅米修斯 安排人類奉上祭品給宙斯自己 而普羅米修斯就以聰明大膽見稱 以及他是前朝人物 他有一點不妥的宙斯是散位 散了他自己老爸的位而上位 所以他就玩了 就做了兩份不同的祭品 就跟宙斯說你其中選一份 你選了那份 我以後就叫人類奉獻那份祭品給你 而普羅米修斯就做了兩個demo給宙斯 一大一小 小那份雖然體積少 但裡面全部都是實心的 有肉有酒 大那份雖然體積大 但裡面其實是空心的 裡面是沒有肉 只有骨頭 他將兩份祭品放在宙斯面前 宙斯沒想那麼多 當然是選份大份 於是宙斯就糟了 以後人類打獵就可以保留動物身上的肉 他只需要進貢骨頭給宙斯就可以了 宙斯知道了之後很生氣 他決定不讓人類使用火 後面就帶出了普羅米修斯 偷偷教人類使用火種 最後普羅米修斯被宙斯綁在山上 每一天都有禿鷹來吃吃普羅米修斯的內臟 吃完之後 普羅米修斯的內臟又會重新生出來 周而復始地再次被禿鷹奪食他 要他永遠受到禿鷹奪食之苦 普羅米修斯偷偷地教人類使用火種之後 知道宙斯不會那麼輕易放過人類 所以他被宙斯受罰之前 就叮囑了他的兄弟 喊給米修斯好好地看著人類 還要他千萬不要接受宙斯贈送的任何禮物 宙斯知道喊給米修斯不上當 所以他就叫火神去打造一個完美的女人出來 將這個女人送給艾比米修斯 而打造出來的那個女人就叫做潘朵拉 當火神完成了潘朵拉之後 宙斯就命令眾神給一些天賦潘朵拉 維納斯贈送了美貌 克拉贈送了專櫃 雅典娜贈送了無知 何米斯贈送了潘朵拉會說謊的天賦 而宙斯贈送了好奇心 即是像你玩魂系遊戲一樣 一開始你做了一個人出來 要不停幫他加點數加能力值 而這個位就是眾神為潘朵拉加點數 之後宙斯就把潘朵拉送給艾比米修斯 艾比米修斯見到她是一個女人來的 女人也不算禮物 所以她認為不影響哥哥普羅米修斯之前交代 不要接受宙斯的禮物 但實際上艾比米修斯應該是見到潘朵拉的美貌 所以她忍受不住接受了她 還很快和潘朵拉生了一個女兒叫皮拉 就在艾比米修斯和潘朵拉結婚的時候 眾神就送了禮物給潘朵拉 還放了在一個盒裡 沒錯這個就是非常出名的潘朵拉的盒子 好奇心非常重的潘朵拉不停想打開眾神送的這個盒子 但都被艾比米修斯阻止了 因為她認為這個應該是觸犯了哥哥普羅米修斯交代 不可以接受眾神和宙斯的禮物 那她也分得其開 與此同時人類世界逐漸敗壞變得非常殘忍 人類也變得貪婪、粗魯和不虔誠 公理和法律再不受到尊重 本來宙斯就已經不太喜歡人類了 現在還聽到人類的各種惡行 所以她就要決定微服出巡去凡奸看看 她來到凡奸之後發現情況比傳說中更嚴重 有一天就快深夜的時候 她走了進去阿卡迪亞國王的大廳裡面 國王萊卡翁不單止代客冷淡 而且還殘暴成勝 宙斯就表明她是有法力的 表示自己不是凡人 其他人都見到向宙斯下跪 但國王萊卡翁就不以為言 還嘲笑其他虔誠祈禱的人 人類果然是普羅米修斯所做 普羅米修斯犯過的錯人類一樣照犯 萊卡翁跟普羅米修斯一樣都是壞事 萊卡翁說我就要看看她到底是神還是人 於是她就隨便抓了一個人 將這個人的四肢斬下來 然後放在滾水裡煮 某些部分就放在火上面烤 煮完之後就當成晚餐給宙斯吃 宙斯之前已經乖過東西 所以她這次不會再上當了 她知道萊卡翁竟然殺人給她吃 宙斯很生氣發放了一團非常龐大的肉 這裏說的老火是真是火 她燃燒了萊卡翁的宮殿 萊卡翁心之不妙想逃走 就在她發出第一聲的呼喊的時候 就變成了淒厲的蠔叫 她身上的皮膚變成了粗糙多毛的皮 雙臂禁在地上變成了兩隻前腳 從此國王萊卡翁就變成了一隻試血成性的惡狼 而這個故事也是人狼傳說的起源 宙斯在見到人世間極度的醜惡之後 她回到奧林匹斯山和眾神商議 決定要跟隨地上敗壞的人類 她決定向大地降下暴雨 用洪水消滅人類 同一時間普羅米修斯一早就知道潘朵拉紅蘭禍水 同時她計算得到宙斯會利用大洪水毀滅自己創造的人類 所以她就叫自己的兒子杜卡利翁製造一艘大船 於是普羅米修斯的兒子杜卡利翁艾比米修斯 還有艾比米修斯和潘朵拉生的女兒皮拉 三個人一起造船 起初造船的時候很多人都笑杜卡利翁 但杜卡利翁沒有理他們 埋頭苦幹地造船 當船造好之後她將各種動植物拉到船上 直到有一天潘朵拉的好奇心終於戰勝了一切 她在艾比米修斯出門造船之後 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 結果一團黑煙在盒裡爆了出來 貪婪、殺戮、恐懼、痛苦、疾病、欲望被釋放到人間 同時眾神釋出大雨和洪水 斬眼之間宙斯引發的洪水就鋪天蓋地地來 只有普羅米修斯的兒子 杜卡利翁和潘朵拉的女兒皮拉 躲在船上逃過一劫 杜卡利翁他們在海上飄 飄了九天洪水才退去 最後他們兩個人來到柏立塞斯山 普羅米修斯發現他所創造的人類全部都沒有了 就只有杜卡利翁和皮拉兩個人 於是他們兩個跪在神像面前許願 而規律女神泰美斯這個時候就出現 他告訴杜卡利翁和皮拉知道 只要將大地之母的骨灰向後炮 人類就會再次出現 於是杜卡利翁隨便找了石頭向後一炮 杜卡利翁拋出的石頭變成了男人 而皮拉拋出的石頭變成了女人 而這群人變成了古希臘人的祖先 而拋石頭這個位置其實是涉及了另外一個神話 這裡就不說了 日後我有機會說希臘神話的時候再說一下 還有就是這裡其實我是把三個不同的神話融合在一起 首先潘朵拉的盒子 人狼萊卡翁和宙斯大洪水 三個分別是不同的神話 但我看完後發現其實他們是同一個時代 雖然三個神話是沒有說明的 但其實有些位置他們是可以連在一起的 所以我就把三個不同的神話合在一起說 如果要合在拋石頭的神話 就有四個神話混在一起 所以其實你現在聽到這個版本 都會跟原始的版本有少許不同 因為我將了不同的神話 但彼此之間又沒有衝突 但又有關係 那我就將它全部放在一起來說 而在中國神話裡面分別有兩個大洪水故事 第一個就是在鋁窩做人之後 水神貢公和火神竹蓉一直都看對方不順眼 因為水火不容 於是貢公就向竹蓉發起了進攻 將長年不滅的神火整熄了 沒有了神火之後大地即時變成七黑 火神竹蓉就騎著火龍出來迎戰貢公 最後貢公輸了大地重建光明 水神貢公老修成路就命令三江五海的水全部湧向神火 神火再次被熄滅 但當這些三江五海的水退下來 神火又再次燃燒起來 加上竹蓉請了風神來幫忙 有風勢相助神火燒得更加猛烈 貢公他們被打到焦頭爛額 且戰且退最後逃回到大海裡面 貢公以為身為火神的竹蓉不敢去到大海 一定會支難而退 但怎知道因為他之前搞過竹蓉這麼多次 所以竹蓉這次的起心肝 一定要消滅貢公 見到貢公扯戰扯退 他就成勝追擊 竹蓉得到大獲全勝 貢公心力膠水沒辦法再戰鬥 所以一直逃到一個叫做北周山的地方 貢公轉頭一看 發現竹蓉又追著自己 他又覺得沒面子又覺得生氣 所以一下子就撞到北周山那裡 想著發洩一下 誰知北周山竟然被貢公撞斷了 原來北周山是支撐天的大柱 這條天柱一斷了 大災難就會降臨 山海經裡面是這樣形容的 天空沒有北周山支撐之後 整個天有半邊天塌了 大地都裂開了露出了一條條的深坑 就在天崩地裂的情況下 地上的洪水不停地湧出來 而塌了的天上有一個天洞 天洞也不停地倒下大雨 引發了大洪水 還有就是天空破裂之後 不停地有隕石和天火 在破開的天洞裡掉下來地面 周圍也都輸出了各種空殘的野獸 大地突然之間成為了一個人間煉獄 呂窩不忍心自己做出來的人類遭受這個浩劫 所以他力騙乾坤決定煉石補天 用五色石把天的天洞 好像補衫一樣補了一個洞 以阻止這一場災難 於是他就去東海 將東海神龜的四隻腳斬下來頂著天 同時呂窩找了五色石練出五彩精石 利用五彩精石慢慢補天 最後呂窩完成煉石補天 天地之間回復寧靜 因為天上面補了五彩精石 陽光透過這些精石之後 還出現了五彩的雲霞和彩虹 最後大地才回復正常 華夏民族才可以繼續在這片大地上生活 傳說呂窩在天台山練了九九八十一日 練成了一塊厚十二象闊二十四象的五色巨石 另外練成了三萬六千五百粒小型的五彩精石 加上前面那塊巨石總共是三萬六千五百零一粒 後來的四大明珠洪流夢都有引用這個神話 他說呂窩為了補天練了三萬六千五百零一粒石頭 用了三萬六千五百粒 剩下一粒未用 而那粒五彩精石最後就轉身 化為紅樓夢裡的假寶玉 還有就是其實早期的呂窩寶天故事 是和貢公撞倒了筆周山是完全沒有交集的 在原本的呂窩寶天故事裡 不單止沒有貢公、沒有竹蓉 也沒有筆周山 對於天地間為什麼會出現浩劫、發生災難的原因 都沒有說明的 所以在中國的秦朝之前 呂窩練石寶天和貢公露竹筆周山 是兩個完全獨立的神話故事 直到去到東漢才有學者 將兩個神話故事銜接到一起 在東漢時代有一個學者叫做黃聰 他在一本著作裡面叫做《論行談天篇》 利用了貢公露竹筆周山的故事背景 完善地解釋了呂窩練石寶天這個神話裡面 為什麼無端端會出現了那些災難 因此在東漢之後 兩個不同的神話故事 才融合成為了一個救世神話 中國另外一個很有名的大洪水神話故事 就是大禹治水 傳說裡面大禹是皇帝的後代 一般認為大禹所生活的時代 大概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 當時是屬於三皇五帝的時代 當時的中原大地經常受到水患的威脅 百姓苦不堪言 當時的統治者帝瑤就命令滾治水 大禹是大禹的爸爸 傳說滾受命治理洪水水患 它在岸邊設置河堤 但反而弄巧反絕令到水越浸越高 所以滾用了九年時間 仍然沒有辦法平息到洪水的災禍 根據《山海經海內經》記載 傳說滾曾經偷過天地的適讓治水 適讓是中國古代傳說中的一種怪物 所謂的適讓就是一種可以自己自動增生的土壤 用適讓收足的堤壩 洪水漲一米 堤壩自己都會山長一米 但傳說中滾即使用了適讓來治水 仍然是失敗 之後滾的兒子 魚就繼續紫繩父業 擔任治水的職責 其實魚當時還未叫大魚 因為在他完成了治水做了皇帝之後 那些人才稱呼他為大魚 但為了方便我這裏也直接叫他做大魚 大魚檢討了他爸爸治水的失敗原因 他吸收了他爸爸治水失敗的教訓 改革了治水的方法 主要是以疏到河川為主 即是他會在主河旁邊挖一些細河出來 令到部分水流入這些細河裏面 由於水流疏通了 所以就沒有那麼容易出現水患 根據傳說滾經歷了九年治水 而大魚是經歷了十三年治水 所以他們兩父子一共經歷了二十二年的艱苦努力 才可以成功爭取治水成功 解決了中原洪水泛濫的問題 大魚在他專心治水的十三年間 他整副心機都擺在工作上 手和腳都生了些繭 在傳說中大魚三個家門而不入 第一次他聽到老婆說要生兒子 但是他都沒有回家 第二次他的兒子叫他的名字 但是他仍然沒有回家專心治水 第三次他的兒子已經變成了一個少年 但是他仍然沒有放下他的工作 繼續他的治水大業 所以後來就有了大魚三個家門而不入的故事 當時的統治者已經由他老爸那代的帝瑤變成了帝信 帝信被大魚的勤勉和獻身精神所感動 所以就蟬讓了帝位給大魚 大魚在登帝位之後創立了自己的國號叫做夏 所以後世就稱呼大魚登位之後的朝代就叫做夏朝 古時華夏文明的人都知道退位釀然的道理 你想想 今時今日的人都未必做到 根據傳說大魚將華夏劃分為九州 九州的中心就是帝王的所在 而九州的旁邊就是四夷之地 再旁就是盲方之地 傳說大魚在建立夏朝之後 就鑄成了神州九頂 象徵著九州 亦由於大魚曾經治理洪水的緣故走遍九州各處 明山村 淚草木 別水土 又記珍寶奇蜜異方之所身 水土草木禽獸昆蟲淪鳳之所指 簡單來說就是見多識廣 見過了所有珍禽異獸 知道神州大地所有的奇怪生物 還有不同的地理環境 大魚再命人將這些事物 繪畫成山海圖成為紀錄 再將山海圖刻在九頂之上 亦即是山海經的前身 其中每一個頂代表當時的每一個州 但神州九頂流傳了超過一千年之後 就在歷史上失去蹤影 根據史記所說 巡滅洲之後九頂應該落在秦始皇之手 之後神州九頂失去下落 因此有人認為神州九頂可能隨著秦始皇撞入陵墓 亦有一個說法是與大魏射日有關 首先大家要分清楚大魏和後魏 很多時候我們所說會說後魏射日 但其實射日那個叫做大魏 後魏其實沒有參與過射九個太陽下來 神話傳說入面 因為古時的天空上面有十個太陽 大魏就將其中九個射下來 假如射了九個太陽並不是真的太陽 而是古人曾經見過有九粒運石撞到地球 融化了某部分的冰川 冰川的水融化變成了洪水 因此遙迅時期才有洪水氾濫 從而引發到後面的大羽治水 由於大魏和遙迅都是處於三皇五帝的時代 洪水又剛巧在這個時候發生 所以其實兩個神話都可以合起來 在印度神話裡面傳說太陽神的兒子摩奴 在印度做苦行真修行 有一天摩奴坐在河邊修行 有一條小魚游到前面跟他說 這條河很多大魚 他們全部都想吃我 摩奴你有這麼好的修行 可不可以幫幫我 於是摩奴就把小魚撈上來 放在泥裡養著他 魚仔一天一天這樣長大 有一天他跟摩奴說 泥實在太小了 你可不可以幫我換個地方 於是摩奴又把小魚放到一個小池塘裡 過了一陣子摩奴再回到小池塘的時候 魚仔又跟他說 我又長大了 魚塘實在太小了 你可不可以放我在行河裡面 於是摩奴就把魚仔放在行河裡面 又過了一陣子摩奴又在行河見到這條魚仔 當時這條魚仔已經變成大魚了 魚仔又跟他說 行河也是太小了 不如你把我放在大海裡面 摩奴真的很好人 他把魚仔帶去大海 把他放山 正當摩奴要走的時候 魚仔突然之間叫摩奴跟他說 說你這麼好人 我告訴你天璣給你 我要報答你 就是在不久的將來 將會發生大洪水 你要盡快做一隻船出來 還要做得結實些 然後你就會在水裡見到有一隻巨大乙角的魚 那條魚就是我 到時候我就會拉著你們逃離大洪水的威脅 之後摩奴就像聖經的羅亞一樣做了一條船 帶了種子 同時帶了七位聖賢上船 大洪水來到之後 他們真的看到頭上有隻耳角的魚 魚仔一直拉著他們 在大海裡面航行 走了很久 他們最後在喜馬拉雅山著陸 著陸之後 魚仔就跟摩奴說 其實我是皮濕奴的化身 是宇宙的第一大神 我特地下凡是來救你的 大洪水之後 這個世間上的萬事萬物 就依靠摩奴你來創造 摩奴上岸之後 就拿了些牛奶製品出來 想著製製皮濕奴 但在牛奶製品裡面 就走了一個女人出來 那個女人自稱是摩奴的女兒 之後摩奴就跟他的女兒 繁顯出很多人類的後代 而摩奴這個角色 就相等於中國神話裡面的女窩 希臘神話裡面的普羅米修斯 而這個洪水故事就記載了在一本叫做摩奴婆羅多的經書裡面 這裡我有四個是屬於南美洲和非洲的洪水故事 其實他們都不是很詳細的 不過這些故事對我最後做結論的時候是有幫助 所以我也略略很快很簡短地說一下這幾個洪水故事 有一本記載著馬雅人神話的經書叫做多波母經 馬雅人相信他們自己是生活在第四紀元 在他們之前其實是有三個紀元 第一個紀元的人是一些矮人 他們曾經建造過很多宏偉的城市 而這些城市的廢墟仍然遺留在馬雅人居住的地方 所有矮人的建築過程一定要在晚上進行 因為太陽一出來 這些矮人就會變成石頭 所以第一紀元最終被大洪水所毀滅 而第二紀元的人是一些侵略者 結果他們都被洪水所毀滅 第三紀元的人就是馬雅人自己 他們最後都被洪水所毀滅 只有少數逃離大洪水的人後來變了猴子 第四紀元的人其實是混合了前面三個紀元剩下來的人 當時其實是有人逃過一劫的 並不是每一個紀元的人都死光 雖然第四紀元是集合了四個紀元的人 但他們最後都是難逃大洪水的一劫 最後第四紀元也是被大洪水所毀滅 而馬雅人相信毀滅前三個世界的大洪水 是一條大蛇所造成的 這條大蛇在口裡不停地套出洪水淹沒世界 因此馬雅人對蛇這種生物特別敬畏 所以馬雅人所敬拜的神就叫做羽蛇神 還有就是馬雅人相信在第四紀元之後 一個叫做洛亞色的人物和他的老婆 逃離了大洪水的威脅 之後第五紀元的馬雅人就是由這兩個人所生出來的 這個位都頗特別 因為他跟羅雅的名字非常之類似 聖經就叫羅雅 馬雅人就叫做洛亞色 還有就是聖經裡面蛇是引誘阿當和蛤 是魔鬼的化身 而在馬雅文明裡面毀滅世界的都是一條蛇 可以這麼說他都是魔鬼的化身 兩個文明相隔這麼遠 但竟然也有這麼巧合的地方 印第安人有一本經書叫做奇馬爾波波卡 裡面都記載過大洪水即將來臨的時候 他們的神向一對夫婦發出警告 告訴他們大洪水即將來臨 地上的人將會死絕 他命令這兩夫婦立即建造一艘大船 而這艘船最後停在高山之上 在洪水消退之後 這兩夫婦就走出船艙 在當地定居下來 成為了後來人類的始祖 在印加仁的神話經典 烏魯帕查赴替裡面 有一個大洪水的傳說 傳說是說遠古的時候 有一個創世之神 維拉科查來到滴滴客戶旁邊 創造了一群巨人 之後他命令這些巨人 建造了帝華立科古城 巨人在建成古城之後 認為自己能力強大 因此就驕傲起來了 是不是有點像墮天使路西法的故事呢 巨人開始連神都不放在眼內 創造神維拉科查實在無法控制他們 即使創世神對這群巨人多次的教誨 但巨人都聽不入耳 而且巨人們之間 慢慢為了爭地盤而發生了戰爭 創世神對於自己所造的巨人 感到非常失望 所以一路之下 就利用大洪水消滅了這群巨人 洪水過後 創造神創造了另外一群物種 而這群新的物種 就是印加仁的始祖 在非洲祖路族 有一個大洪水的神話 我自己覺得挺有趣 因為它跟蘇美爾神話的大洪水故事有點相似 傳說在祖路族的神話裡面 本來地球的上空是沒有月球的 大約在一萬二千年前 月球突然來到地球附近 在他們的神話裡面 他們認為月球是空心的 這一點跟我們現代有些陰謀論 說月球是空心一模一樣 上面住了一種爬蟲人 而傳說有兩個爬蟲人兄弟 將月球帶到地球的旁邊 這些爬蟲人的皮膚跟魚一樣 有鄰片 月球在神話裡面其實是一隻火龍的蛋 這兩兄弟一個叫做雅雅尼 一個叫做武盆古 他們兩兄弟將龍蛋裡面的蛋黃和蛋白帶到地球 意思就是將月球上面的水帶到地球上面 從而發生了大洪水 如果你用蘇美爾神話的角度去看 就是因為月球來到地球的旁邊 月球的引力就引發了朝夕漲退 從而地球上面就產生了大洪水 沒有蛋黃和蛋白之後的龍蛋 就停在地球的旁邊成為月球 這個神話裡面的神都挺有趣 因為它是爬蟲族 和蘇美爾的恩基和寧胡爾薩格 埃及神話裡面的俄賽里斯和伊西斯 中國神話裡面的福希和呂窩 他們四人都是一樣 都是爬蟲族 除了剛才幾個南美和非洲的大洪水神話之外 其實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有大洪水的傳說 包括魯窩 馬來西亞 菲律賓 緬甸 越南泰國 哥倫比亞 埃及 海爾特 波利尼西亞 格陵蘭 印第安 日本 台灣 韓國 北歐 全部都有大洪水的神話 不過那些神話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大部分都很簡短 大部分都是說古時發生過一場大洪水 但裡面的故事內容都沒有很詳細地交代 所以我在這裡就不特別說了 反正大家知道世界各地的很多個國家 有人計算過起碼有200多個大洪水神話 遍佈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 阿特蘭提斯其實之前很多觀眾已經叫我說了 今次這一段我將會很簡短地說一下阿特蘭提斯 關於大洪水故事的部分 沒錯 阿特蘭提斯和大洪水都有關係 但今次我就不會太詳細地說阿特蘭提斯 等將來我有機會真的出一條片集中地說阿特蘭提斯的時候 才會很詳細地分析 這裡我略略很簡單地介紹一下阿特蘭提斯 其實有關阿特蘭提斯最早的記載 是由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公元前四世紀提出的神話島國 根據柏拉圖的說法 他是一個海上強國 由直布羅陀外面的主島開始 征服了不少歐洲和非洲的國家 但在進攻雅典失敗之後 阿特蘭提斯就在公元前9600年左右被毀滅 即是差不多距今12000年前 相信當時阿特蘭提斯的毀滅是同一次自然災害有關 阿特蘭提斯其實是出自帕拉圖的著作《對話錄》裡面 其中兩篇《克里提亞篇》和《替賣歐篇》都有提及到阿特蘭提斯這個國家 在《對話錄》有提及到它有一個祖先叫做梳倫 在梳倫的9000年前 在直布羅陀海峽對面有一個大島 由這個大島通往其他島嶼 你可以去到一片被海洋包圍的陸地 而這片大陸他們就叫做阿特蘭提斯王國 當時阿特蘭提斯正準備和雅典展開一場大戰 但沒想到阿特蘭提斯竟然遭遇到地震和水災 不用一天一夜已經完全抹入海底裡 成為希臘人航海遠行的障礙 在傳說中 創造阿特蘭提斯王國的人就是海神波塞東 在一個遙遠的小島上 有一個父母相亡的少女 波塞東娶了這個少女 還生了五對雙胞胎 於是波塞東就將整座島劃分為十個區 分別給這十個兒子來統治 並以長子為最高的統治者 這個長子就叫做阿特拉斯 因此那個王國就叫做阿特蘭提斯王國 意思就是長子阿特拉斯的王國 在大陸中央的衛城裡 有制製波塞東的神廟 神廟的內部分別以金、銀、黃銅和橡牙裝飾 傳說阿特蘭提斯盛產一種傳說中的金屬叫做山銅 山銅的價值是介乎於黃金和白銀中間 阿特蘭提斯的海岸設有造船廠 船奧裡面擠滿了三段獎的軍艦 碼頭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船商和商人 阿特蘭提斯王國十分富強 除了島嶼本身的物產豐富外 埃及敘利亞等地中海的國家也會向阿特蘭提斯進貢貢品 阿特蘭提斯國家的形狀是呈一個橫形 每一個橫中間都有海水分隔 所以由其中央統治核心外面 是一環海水一環綠地 梅花間足一環一環形成整個阿特蘭提斯王國 雖然國家很富強 但是每個富強的國家都會出現腐敗的現象 眾神之神宙斯認為阿特蘭提斯的人墮落 於是引發地震和洪水 於是阿特蘭提斯王國就在一日一夜裡面完全沉入海底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 阿特蘭提斯的大洪水故事 和希臘神話的大洪水故事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它只不過是沒有了潘朵拉和杜卡利翁的故事 直接就說阿特蘭提斯的人墮落 所以宙斯就要毀滅他們 但希臘神話裡面的洪水故事是沒有時間線的 因為希臘裡面很多神話都不是用現實時間去區分的 他們的神話有一條特別的時間線 不存在在我們現實歷史的時間線裡面 假設希臘神話裡面的宙斯引發大洪水 和阿特蘭提斯這場大洪水是同一個時間的話 會不會側面可以證明到希臘神話裡面的大洪水故事 其實是發生在一萬二千年前呢? 有一本叫馬雅馬德利手抄本的書籍 記載了一萬二千年前有一場大洪水曾經淹沒了一個大陸 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被學者認為這個大陸就是阿特蘭提斯大陸 去到18世紀的時候才有人破解得到馬雅馬德利手抄本所說的大陸 其實和阿特蘭提斯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地方 手抄本裡面所提及的大陸其實叫做沒有大陸 換言之難道一萬二千年前的這場大洪水同一時間淹沒了阿特蘭提斯和武大陸兩個古代文明? 講開大洪水有一個神話傳說是不得不提的 而這個傳說其實我們以前已經有講過了 就是蘇美爾神話 如果你想看回詳細版本的話 我建議你去回我以前蘇美爾之謎那一條片去看 這裏我會很快略略地講一講它大洪水的部分 以及我會分開蘇美爾神話的原始版本 以及蘇美爾神話的西禽版本兩個大洪水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大地上還沒有人類 有三個大神 印基 印尼爾和寧胡爾薩格 他們被稱為Anonaki 他們負責管理一些叫做Igigi的生物 這些生物是負責開發底格里斯河和誘法拉底河的灌溉工作 而Gigigi不分日夜地工作過去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終於他們都抵受不住 有一晚他們拿了工具去到印尼爾神殿的門口抗議 於是印尼爾就召開了Anonaki大神的會議 最後他們決定開發一種Igigi的代替品 這種生物要克苦耐勞地工作 同時他們又要為眾神獻上祭品 他們還要有快速和大量的繁殖能力 以填補這種生物的損耗速度 最後這班Anonaki創造出人類 一開始的時候這個人類計劃其實都運作得很好 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負擔了很多眾神的工作 但慢慢恩利爾就意識到 這班人類的數量實在太多了 對於恩利爾來說 人類活動的圈鬧性已經成為了一種無法忽視的噪音 甚至乎人類是吵到恩利爾無法入睡 所以恩利爾就開始想消滅這班吵到他無法睡覺的人類 恩利爾至少嘗試過三次人類毀滅計劃 每次人類都可以逃過天災繼續生存下去 眼見人類清除計劃一次又一次受阻 恩利爾路不可揭 於是他就計劃要釋放一場滔天大水毀滅大地上一切的生物 而且禁止任何神明向人類透露消息 尤其是三番四次酒樓風聲的恩基 恩基見到自己的創造物受滅頂之災 產生了憐憫 但由於恩基向恩利爾發誓 所以不可以直接告訴人類 有一場大洪水即將來臨 他知道人類裏面有一個善人叫做烏特納比西丁 他沒有直接跟烏特納說 而是對著烏特納家裡的牆 向他發出大洪水的警告 因此烏特納夜晚發了一個夢 夢中有人提醒烏特納要拆了房屋 改建成一艘大船 船艙要密封 還要在船身上淘上納青 令阿普蘇的水沒辦法入侵 還要備多些糧食和拯救其他生命 而且還要限他七天之內完成 因為大洪水在七天之後就會來臨 於是烏特納就拆了房屋 用爐位做了一艘船 為了防水他在船身淘滿了納青 七天之後大洪水終於來臨 大地上的生命無一幸免 創造人類的恩基和寧狐以撒格 見到自己創造的人類的慘況悲痛不已 而其他的安娜納奇都開始意識到人類存在的好處 開始回想起人類的辛勞 於是他們通通都很後悔 為什麼當初要認同恩利爾的計劃 洪水退去之後烏特納落船 第一件事就是祭祀神明 安娜納奇看到祭品一湧而上 但寧狐以撒格就責怪恩利爾 說他沒有資格去享用這些祭品 起初恩利爾發現人類還有幸存者的時候 還大發雷霆 後來他受到眾神的責怪 開始又覺得人類應該延續下去 他要求恩基和寧狐以撒格要好好組織人類 令他們有規矩和秩序 恩基最後賜予烏特納比西丁生命之殊 而烏特納也擁有了永生 最後恩基派出了七位賢者教導人類 而這七個賢者全部都是恩基所創造的半神人 七賢者為人類帶來了文化和禮教 這七個賢者加上恩基合共八個人 重新創造回洪水之後的文明 成為我們現在熟知的蘇美爾文明 而蘇美爾神話的西琴版本就是這樣說的 他說45萬年前尼比魯星上的大器有問題 尼比魯星上住了一群叫安隆拉奇的外星人 他們知道黃金可以修補他們的大器 以及他們意外地發現地球含有大量的黃金 恩基、恩利爾、寧狐以撒格三兄妹 加上他們的爸爸阿魯就是蘇美爾神話早期的四大主神 寧狐以撒格和恩基既是兄妹也是夫妻 跟我們華夏文明裏鋁窩和福希是一樣的 恩基和恩利爾帶領著安隆拉奇來到地球提取黃金 這些安隆拉奇來到地球之後成為了勞動力挖掘黃金 一挖就挖了十幾萬年 充當勞動力的安隆拉奇勞動了十幾萬年之後 終於頂不住 開始反抗作為大神的恩利爾 恩利爾最開始的時候是想處決這些安隆拉奇的 但後來他的父親阿魯認為安隆拉奇真的很辛苦 勞動了十幾萬年 於是他的哥哥恩基建議由於他們的人力實在太少 所以他們應該要在地球找一些合適的生物 將這些生物的DNA加上安隆拉奇自己的DNA 創造出一種既可以聽命令又可以勞動的生物 這種生物就是人類 人類是寧胡爾薩格根據恩基制定的標準製造出來 後來人類成為了他們挖掘黃金的主要勞動力 而黃金這一種物質也刻印在人類的DNA裡面 最初這一班安隆拉奇做出來的人類並不完整 因為他們是沒有自我繁殖的能力 但經過恩基多次的改良之後 人類的基因終於有了生育的能力 由於恩基多次調整人類的DNA 令人類混合了大量安隆拉奇的DNA 所以人類的外表開始慢慢變得跟安隆拉奇沒有什麼分別 甚至乎有些安隆拉奇開始跟人類集交 而安隆拉奇跟人類生出來的下一代被稱為巨人 由於這種現象越來越普遍 所以恩利爾決定要利用疾病和瘟疫消滅人類 但人類的繁殖能力實在太高 雖然恩利爾消滅了人類 但人類很快就以超強的繁殖能力回復以前的數量 所以他們就計劃在3600年之後 當尼比魯星再次接近地球的時候 地球正處於一個熱帶周期 而那個時候的冰就會湧入海水 令海平面升高 再加上尼比魯星如果接近地球的話 強大的引力就會引發大洪水 由於恩利爾執意要消滅人類 所以他下令所有安隆拉奇都不可以告訴人類 大洪水即將來臨 但恩基不忍心自己一手創造出來的人類被恩利爾消滅 所以他偷偷地把大洪水即將來臨的事 說了給一個叫做烏特納比西丁的人類知道 烏特納根據恩基的吩咐製造出方舟 之後的故事就跟原版的神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數一下的話 其實我這次講了12個大洪水的神話故事 為什麼我要講這麼多大洪水的神話故事呢 因為如果以我一貫的做法 我應該只會講最重要的幾個 那些南美亞非洲那些 不是很細節的神話故事 其實我不是太想講的 但是為什麼我都會選擇講完呢 就是我想讓大家看到世界各地的神話故事 不單止是我們熟知那幾個 就算是一些我們不熟知的神話故事 甚至乎遠到南美 他們都有很多共通之處 首先這次我們的大洪水神話故事 就涵蓋了中國 中東 歐洲 非洲 南美洲 印度 甚至乎阿特蘭提斯我們都涵蓋了 就算是沒有涵蓋的地方 其實它本來也有大洪水的故事 只不過是太過簡短和沒有資料性 所以我才沒有講 這些古時分隔這麼遠的地方 如果以我們現代人的認知 它應該是沒有什麼關聯才對 因為以前古代你去到其他國家應該是比較困難 所以消息應該是不靈通才對 我們現在就看看究竟這些神話有什麼共通之處 首先他們都有提及人類有惡人 敗壞和邪惡的行為 在創世紀裏創造萬物的上帝耶和華 看到地上敗壞、強暴和不白的邪惡行為 於是就計劃用洪水消滅惡人 而在希臘神話和阿特蘭提斯的神話故事裏面 都是宙斯見到人類敗壞 所以決定要用大洪水消滅他們 還有就是這些神話裏面都有巨人 聖經裏面說人類和墮落天使生出來的後代都是巨人 跟蘇美爾神話一樣 就是安隆拉奇和人類生出來的都是巨人 而印加神話裏面說創造神對於自己創造出來的巨人非常失望 所以一路之下就用大洪水消滅了這些巨人 在希臘神話裏面創造人類的普羅米修斯自己就是巨人 還有在大洪水的神話裏面都有異人 在聖經裏面就說人類之中有一個好人叫做羅雅 蘇美爾神話裏面就叫做烏特納比西丁 希臘神話裏面就有普羅米修斯的兒子杜卡利雍 而印度神話裏面就有一個多次幫助那條魚仔的魔爐 還有就是這些神話裏面都有建造方舟 創世記就有羅雅方舟 所以在蘇美爾神話裏面就有烏特納比西丁 希臘神話裏面普羅米修斯就叫自己的兒子杜卡利雍做了一艘大船 印度神話裏面那條魚仔就叫魔爐做一條船 印第安神話裏面神就叫一對夫妻做一艘大船 以逃過大洪水的災難 還有就是除了聖經之外 希臘神話裏面都有帶走各種動植物上船的橋段 同時這些神話最後都是去到一座山的 聖經最後就去到阿拉納山 希臘神話就說他們去了柏納塞斯山 印第安神話都是說他們最後去了一座山 但就沒有說明去了哪一座山 印度神話裏面摩奴最後去了喜馬拉雅山 還有就是這些神話故事裏面的神都是爬蟲族 蘇美爾神話裏面 印基和寧胡爾薩格既是兄妹亦是夫妻 同一時間他們是人頭蛇身 中國神話裏面 甚至乎非洲的祖魯族神話 他們都是說有兩個人都是爬蟲族 只不過他們是兄弟不是兄妹 還有就是在這個神話裏面 其中一個爬蟲族的名字叫做武盆古 他的名字真的這樣翻譯 跟我們中國的盆古的名字差不多 其實前面都有出現過的名字差不多了 就是馬拉雅神話裏面有一個好像羅亞的角色 他的名字叫做諾亞色 又是差不多名字的 還有聖經到最後神以彩虹 向人類許下承諾不再用大洪水毀滅人類 在中國神話裏面 鋁窩因為用五色石補天 補天之後陽光透過五色石射入人世間 所以出現了彩虹 這一點都是一模一樣的 還有就是上次也有說過 華夏文明裏面鋁窩因為用五色石補天 而蘇美爾神話裏面就是說 安隆納奇來到地球找黃金 是因為尼比魯星上面的大氣層出現了問題 所以他們需要黃金來修補他們的大氣層 這一點就是跟鋁窩練習補天的道理一模一樣 還有就是非洲祖魯族的神話和蘇美爾神話 兩者都有說到有一個星球來到地球附近 從而引發了朝籍將退 繼而引發了大洪水 祖魯族的神話就說這個星球是月球 而蘇美爾裡面就是尼比魯星 聖經和蘇美爾神話都是一樣 最後大洪水退去的時候 他們都有派出鳥類去偵查 所以你可以發現這些地方遍佈地球不同的角落 但他們發展出來的神話 大部分都是大同小異 甚至乎有一些很微小的元素 他們都是一模一樣的 為什麼古時的人類神話會這麼巧合地 全部都一模一樣 又或者他們有相同的情節 這個部分我會放在最後總結的時候再講一下 這個部分我就想講一下蘇美王表 因為蘇美王表是其中一個可以證實大洪水時間的方法 其實蘇美王表我之前已經講過了 不過這裡我再很簡短地講一講 蘇美爾出土的最出名的文物之一 一定是有蘇美王表粉的 蘇美王表是十幾塊黑有涉形文字的例版 在王表裡面 某一些國王的統治時間是特別長的 以及它是記載了大洪水前後每一個軍王的統治時間 蘇美王表上面記載 在大洪水之前的八個國王 總共統治了241200年 真是神話級的人物 而大洪水之後國王的名字 某部分已經被證實是真實存在的 所以側面證明蘇美王表並不是記載著神話故事的時間線 考古學家可以證實真實存在過的一位蘇美爾皇帝 叫做吉爾加美十 考古學家認為他是公元前2700年至公元前2600年在位 這個紀錄是跟蘇美王表裡面的紀錄相符 因為根據蘇美王表上面記載 吉爾加美十在位126年 相關的文件也有記錄吉爾加美十是一個半人半神 擁有三分二血統的神人 他擁有神的智慧和力量但卻沒有神的壽命 而專家發現吉爾加美十之後的蘇美爾帝王 每一個在位的時間都越來越短 雖然上古時代的八國蘇美爾軍王統治了24萬年 但發生了大洪水之後 蘇美爾軍王的統治時間突然間縮短了很多 由幾萬年下跌到幾千年甚至幾百年 越延伸下去的軍王統治時間就越接近現實的時間 去到最後有些軍王只是統治了幾十年 十幾年甚至有些不夠一年 即是說蘇美王表越延伸下去出現的帝王是會越接近我們已知的歷史 蘇美王表裡面頭八個軍王在五個地方統治了蘇美爾24萬年 以前考古學家一直都認為這五個地方其實是神話裡面的都市 是虛構的 但自從在土耳其找到特洛伊城之後 就證實了河馬史詩裡面 記載了阿基里斯和穆馬屠城記的特洛伊城原來是真的 所以我之前一直都說神話某程度上是相古人類 口述的歷史一代一代傳下來 這些神話慢慢被證實原來是真有其事 而且蘇美王表裡面頭八個軍王所統治的五個地方 其中有三個已經被考古學家找到 他們分別是埃利多、巴德提比拉和舒魯伯克 以及從蘇美王表我們可以看到其實他和其他神話都有共通之處 因為現時的蘇美王表並不是只有一個版本 蘇美王表其實只是一個紀錄 而且他有很多個複製本 每個複製本上面紀錄的時間和人名都是大致上相同的 但唯一的不同就是在於大洪水之前統治的八個軍王 他是有兩個解讀方式的 第一個解讀方式大洪水發生之前其實是有十個軍王統治了24萬年 但十個軍王裡面有兩個軍王的統治時間是缺失了的 因此24萬年的統治時間實際上只是計了八個軍王的統治時間 而另外一個解讀方式就是大洪水發生之前實際上只有八個軍王 不是十個 這八個軍王同樣統治了蘇美爾地區24萬年 即是說不管第一還是第二個解讀方式 記載的只有八個人 而爭拗位就是究竟原始是有十個人 但記載的只有八個人 還是從來都只有八個人 這一點仍然是在爭論裡面 如果根據蘇美王表的第一個解讀版本 就是大洪水之前有十個軍王 而剛巧聖經記載大洪水的故事裡面 羅亞就是亞當的第十代後人 剛剛好就是對應著蘇美王表上面的十個王 如果根據第二個解讀方式就是大洪水之前總共有八個軍王 這樣就對應了我們華夏文明三王五帝的時代 三王五帝剛剛好加起來也是八個人 還有就是聖經羅亞方舟的故事 羅亞一家人剛剛好也是八個人 因為羅亞跟著加上他三個兒子 加上他們四個人的老婆剛剛好就是八個人 印度神話裡面大洪水來臨的時候 魔奴是帶著七位賢者一起上船 加上也是剛剛好八個人 說到七位賢者 蘇美爾神話裡面大洪水之後 印機都是帶著七位賢者 重建洪水後的人類世界 剛剛好也是八個人 雖然你說這些可以是巧合 但這些數字跟對應的人一定存在某種關係 假如蘇美爾真的是最早的文明 而之後的其他古文明其實都是成計字蘇美爾 那會不會有個可能就是蘇美爾地區當年的人 四散到其他不同的地方 這些人帶著當時的蘇美王表 當這些人將他們的神話傳到下一代的時候 就變化成為他們的地區獨特的神話 所以這些神話人物的數字才會是一樣 因為他們都是同一個源頭 不管這個源頭是蘇美爾也好 又或者是其他地方也好 很明顯這些巧合全部都是同一個源頭變化出來的 前面我們講到蘇美王表記載了大洪水的發生時間 現在我們可以講一下不同大洪水的神話裡面 他們有可能的發生時間 從而我們可以比較一下哪些神話 有可能是來自同一個時期的事件 首先就是從蘇美爾神話的角度 在蘇美王表裡面不單止得知大洪水之前的時間 還可以知道大洪水之後每個蘇美爾帝王的統治時間 其實現時網上已經有人把蘇美王表每個軍王所統治的時間一一列出來 雖然每一個網頁所列出的時間都是各有不同的 但都不會相差太遠 我自己也做了一個列表 計算出大洪水之後 蘇美爾大概是有134個軍王 總共統治了25000至28000年左右 為何會有3000年的午差呢 原因是因為蘇美王表上面某些部分是缺失了的 所以計算這些缺失了的部分就有3000年的午差 但不影響蘇美王表裡面記載 大洪水是發生在二萬多年前的這個事實 之後我們可以用聖經的神話角度 看看聖經的大洪水是何時發生 根據聖經故事發生的時間推算 我們可以計算由大洪水到現在一共過了多少年 首先由大洪水到阿伯拉罕離開加勒底 總共用了422年零十日 之後由阿伯拉罕離開加勒底 到摩西帶領以色列的子民離開埃及 總共用了430年 由以色列的子民離開埃及到建造第一座聖殿 用了480年 由第一座聖殿完成到猶太人流亡用了419年 由猶太人流亡完畢到耶路撒冷重建用了70年 由耶路撒冷重建到耶穌基督降臨用了483年 由耶穌基督降臨到現在用了2024年 所以這裡加起來總共用了4328年 即是說如果大洪水的神話是真 由現在計起4328年前這個世界上曾經發生過大洪水 以及由於前面我們也說過羅亞是亞當的第十代 由於也不是隔了很多代 所以我們順手也計算 究竟由亞當去到大洪水發生總共用了多少年 之後只要我們加回4328年 就可以知道聖經故事入面 由第一個被創造出來的人類亞當 去到我們現代究竟用了多少年 亞當130歲的時候生了塞特 塞特180歲的時候生了以羅氏 以羅氏90歲的時候生了凱南 凱南70歲的時候生了馬勒烈 馬勒烈在65歲的時候生了雅烈 雅烈在162歲的時候生了以洛 以洛65歲的時候生了馬土薩拉 馬土薩拉在187歲的時候生了拉蜜 拉蜜182歲的時候生了羅亞 羅亞600歲的時候大洪水來臨 所以加起來我們就知道由亞當去到大洪水 總共用了1656年 由亞當去到羅亞發生大洪水 總共用了1656年 由大洪水去到基督降世 再去到現代總共用了4328年 加起來就是5984年 就是說由亞當降世到現代差不多過了6000年 是不是給大家想像中段 因為以前一聽到聖經的故事 亞當降世的時候應該過了1萬年以上 或者大洪水發生的時間起碼也有過萬年 但原來由亞當降世到現在只是過了6000年 由大洪水發生到現代只是過了4000多年 如果以聖經故事的角度來看 人類的歷史都不是我們想像中誕生了那麼久 只是短短6000年 現在我們又一起看看 究竟以華夏文明的神話角度 大洪水是多少年前發生的呢 首先華夏文明的神話裡總共有兩次洪水事件 一次是大禹治水 另外一次是鋁窩普天 大禹治水那次很容易計算 因為神話裡有說過大禹治水之前是三皇五帝的時代 之後順帝、蟬陽帝位給大禹 所以大禹後來建立了夏朝 而夏朝是建立在公元前2100年 所以我們可以假設大禹治水的時間 大概是距今4100年之前左右 至於鋁窩普天那次大洪水 就真的無從稽巧 因為他這個神話故事 真是屬於神話級的時間線 沒辦法像聖經一樣 由不同的事件推上去 但就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相傳上古時代 有一個叫華衰士的女孩 去到一個叫雷澤的地方玩 有言中見到一個很巨大的腳印 好奇之下就踩了一下 之後他就懷孕了 懷孕了12年之後生了一個兒子 而這個兒子是人手、蛇身的 他就是我們所熟知的福熙 而這個華衰士是8000年前的人物 如果神話裡是說福熙和鋁窩是同一個年代的人 那就是說鋁窩普天的故事 至少是在8000年前發生 不過這個時間只可以作為參考 是完全無法驗證得到的 其他無法驗證得到的大洪水神話的時間線 包括有非洲祖魯族傳說裡面 說12000年前月球接近地球 所以引發了大洪水 希臘神話裡面說過眾神之神咒師 因為見到亞特蘭提斯人墮落 所以在12000年前發動大洪水消滅他們 還有就是在亞特蘭提斯傳說裡面 柏拉圖說過亞特蘭提斯是他的時代 的9600年前毀滅於大洪水 而柏拉圖是公元前400年的人 就是說亞特蘭提斯毀滅於公元前10000年 再加上現在是2024年 所以從口述歷史的角度 都可以推斷亞特蘭提斯傳說裡面的大洪水 是發生在12000年前 由此可見綜合了各個國家的大洪水神話傳說 我們可以得到三個大洪水的發生時間 第一個就是蘇美爾文明裡面 大洪水是說發生在25000至28000年前 聖經的羅亞方舟和華夏文明的大宇治水 剛好都是4000年前左右 非洲的祖魯族希臘神話 阿特蘭提斯三個神話 都是說12000年前曾經發生過大洪水 同時埃及的斯新人面像腳底出現2公尺的水浸痕跡 由於有一部分研究人員指出 斯新人面像被建造的歷史起碼超過12000年 因此水浸的痕跡最大值都會是12000年左右 還有就是講亞特蘭提斯的部分 有講過一本叫馬雅手抄本的古代書籍 當中都是記載了12000年前有一場大洪水 染活了沒有大陸 因此看來12000年前世界上真的發生了一些事 令到不同國家的神話都有記載著 所以這個部分我就想嘗試用人類學 可不可以佐證得到以上大洪水的時間 其實這部分的人類學我是按照進化論的時間表 詳細版你也可以看我之前蘇美爾之謎那條片 按照進化論來講2500萬年前寧長女出現 1400萬年前寧長女向猿人進化 200萬年前原類向南方古猿人進化 100萬年前原類進化為植立人 10萬年前植立人進化為尼安德塔人 35000年前出現了第一批智人 一直去到距今27000年前 不管是這些類人員還是植立人 甚至乎尼安德塔人又或者智人 都幾乎在地球上消聲匿跡 但去到11000年前突然又有一批智人出現 而且這些智人放棄了以前原始人一般的生活 開始懂得耕種農作物又或者順服野獸 可以看到11000年前人類突然得到一個重大突破 和以前需要長時間進化截然不同 他們在短時間內就學會使用工具 創造藝術 耕種和順服野獸 去到1萬年前左右我們稱之為新石器時代 這個時候的人類出現了農業 耕種 宗教等等社會的組織 之後人類就進入了青銅器時代 如果有看我之前三星堆那條片 就知道三星堆是屬於青銅器時代 之後就進入我們所屬之的歷史 這裡我們就不常說了 如果從人類的進化史來說 蘇美爾神話裡面那次大洪水 應該是可以對應到27000年前那次人類滅絕 當時的尼安德塔人和智人幾乎在地球上消聲匿跡 如果根據我蘇美爾之謎那條片的解讀 聖經的故事其實是參考著蘇美爾文明的洪水故事 就是說聖經的洪水故事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它不是發生在4000年前 而是跟蘇美爾文明一樣發生在27000年前 其次就是既然華夏文明神話裡面 呂窩寶天的故事和蘇美爾神話有這麼多相似之處 包括煉石寶天 包括主角都是人手蛇身 都是兩兄妹 都是創造人類 而五色石寶天之後出現的彩虹 都跟聖經大洪水之後出現的彩虹是類似的 因此如果聖經的大洪水故事 是參考著蘇美爾的話 那呂窩寶天的故事 有可能都是流傳著蘇美爾的大洪水故事 至於大雨治水的故事 我相信大家都曾經聽我說過 山海經所記載的地方 未必是華夏文明的中原 因為裡面有很多奇珍異獸和地理環境 在華夏地區是完全找不到的 但是在中東地方 甚至乎南美地方 竟然可以找回相對應的動植物和地理 前面說大雨治水的時候也有說過 大雨周遊列國去過不同地方 因此將不同的奇珍異獸和地理 刻畫在神舟九鼎之上 成為山海圖 之後成為山海經 假如大雨治水所治的水不是黃河的水 而是兩河流域的水 那即是說大雨治水當時的大洪水 其實是跟聖經裡面所發生的大洪水 是說同一件事 而且他們兩件大洪水事件 都是發生在四千年前 時間上非常吻合 另一方面 如果大雨治水和聖經方舟的故事 是兩個同時期 但是不同地方發生的事件 即是說除了發生過全球性大規模洪水之外 其實世界上不同的地方 都有發生地域性的大規模洪水事件 最後一點就是 無論是非洲祖魯族 希臘神話 阿特蘭提斯 埃及的斯生人面像 一律都是指向一萬二千年前 曾經發生過一次大洪水事件 而這一點就可以對應人類學入面 一萬一千年前突然之間有一批智人出現 可以理解為大洪水在一萬二千年前 毀滅了人類文明 人類在休養生息之後 重新再在大地上出現 因此現時最多人相信的說法 就是一萬二千年前 曾經發生過一次毀滅人類文明的大洪水 亦因為有一萬二千年前這個時間的指向性 所以世界上很多天文學家 地理學家都跟著這條線索 看看世界各地 在地理、天文、考古上面 找不找到其他可以助證 一萬二千年前曾經發生過大洪水的證據 既然我們已經找到大洪水可能發生的時間 下面我們再看看有沒有可能 在天文學、考古學、地質學上 找到地球曾經發生過大洪水的證據 在六十世紀到七十世紀初 有兩艘美國海洋考察船 在墨西哥灣進行了鑽探考察 他們在海底轉出了幾條細長的沉積泥深 相等於截取了海底的一些地層否面 沉積泥深所代表的地質時間大概有一億多年 即是說這些泥深記錄了墨西哥灣海底一億年以來的沉積紀錄 由於泥深的特徵可以推測當時海水的含嚴度和地球氣候的變化 地質學家在研究這些沉積泥深的時候 意外發現大約在距今一萬二千年前的沉積層裡面 墨西哥灣的海水驗度曾經很低 即是說當時有大量的淡水湧入墨西哥灣 稀釋了大海裡面的海水 而這些淡水科學家就一致認為 就是各國神話裡面記載的那場大洪水 另外中國、德國、法國和北美地區 各國的地質學家都不約而同 發現海底有一層混濁的沉積物 科學家認為這些沉積物是由一場巨大的海嘯所造成 而且是一場全球性的大海嘯 時間大概是距今一萬至三萬年前 還有科學家發現這些沉積物只是存在於地球的北半球 所以他們相信這一場海嘯有可能只是發生在北半球 他們認為這些海嘯的遺跡正正就是神話裡面 大洪水最直接的證據 當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調查羅亞的洪水事件的時候 找到很多證明地球上曾經發生過毀滅性大洪水的證據 有地質學家表明 當地球在冰河時期的時候 巨大的冰蓋變化會改變海平面的高度 當冰川溶化數百萬卡倫的水會掩蓋全球的土地 影響包括人類在內所有的生命 而史前人類對這些災難的記憶 可能形成了各大民族有關大洪水神話傳說的根源 1922年英國考古學家對巴格達和波斯灣之間的 美索不達米亞三學地帶進行考察挖掘 結果發現蘇美爾古城烏爾城的王族陵墓下面 有一層兩米多厚的沉積塵 經過分析研究之後 他們發現這個沉積塵是屬於洪水沉積之後的淤土 因此他們認為蘇美爾和聖經上記載的大洪水是曾經發生過的歷史事件 另外一項研究指出 一個叫做盧倫泰德的冰蓋覆蓋了北美北方大部分地區 大約在12000年前 盧倫泰德冰蓋從新英格蘭北部的角落開始溶化 造成了近10萬年以來地球上最大規模的淡水增加 對應了我們上一節說的地質發現 海平面的上升導致當時還是一個淡水湖的黑海被海水淹沒 造成黑海的海水增多並且變咸 巨大的洪流衝破了隔黑海和地中海之間的山脈 形成一條水道就是今天聯通兩個大海的博斯普魯斯海峽 這一場災難性的海水洪流 它的強度是尼亞加拉局部的200倍 據估計海水每天吞沒1英里的土地 在幾個月內被海水所淹沒的陸地有整個愛爾蘭那麼大 洪水最嚴重的時候有72,70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淹沒 同樣的現象都出現在地中海沿岸 有大約1,12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海水淹沒 而這件事被代代相傳融化了的冰塊形成了洪水 掩蓋了地中海附近周邊地區 因此當時住在地中海一帶的人類 以為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洪水 成為了各個國家大洪水故事的起源 這一場洪水甚至乎令到當時全球的海平面上升 在這一場大洪水發生之前 其實黑海的範圍並不是那麼大 黑海附近的地區其實是一片陸地 還有就是英國、挪威、丹麥之間的北海 其實是一塊相連的陸地 台灣、福岡、北京之間這一片海洋 其實以前都是一片相連的陸地 他們都是受到這次的大洪水事件 由陸地變成海洋 在這幾張圖片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我圈著的位置是比較淺水的 是一個淺水區 即是說大洪水發生之前 海平面未上升的時候 這些淺水區有可能都是陸地來 在大洪水未發生之前 地球的海岸線應該是比現在更出才對 現時我們看到的海岸線其實已經向內陸縮進去 估計以前陸地的面積應該是比現在更加廣闊 由以上神話、考古學和地質學 紛紛指向一萬二千年前曾經發生過一次大洪水 而這個時期就被稱為新鮮裡木時期 因此有科學家推測當時地球曾經發生過一件大事 目前被學界稱呼為新鮮裡木假說 這個假說是說大約在一萬二千九百年前的冰河時期 進入新鮮裡木時期的時候 有某個小行星撞落地球 或者在地球空中爆炸 暫時這個理論是一個極具爭議性的科學假說 由於這個假說有爭議 所以未被相關的專家接納 大部分的科學家都仍然在爭論中 他們主要提出當時的氣候變化是由一顆或多顆的彗星撞擊 令到全球氣溫變冷 進入另外一個冰河時期 這個假說指出當時的北美地區 北歐、格陵蘭和大西洋北部有一個巨大的冰川 是當代冰河時期留下的 但是一萬二千九百年前有一顆小行星撞落去冰川 結果造成北美洲大多數的生物滅絕 當時衛星撞擊的爆炸所產生的熱量和壓力 可能溶化了冰川 冰川進而溶化成淡水 從而令到全球的氣溫變冷 聽到這裏可能有人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冰川溶化是會令到全球氣溫變冷 理論上是因為熱了所以冰川才會溶化 但是為什麼反而是會令到全球的氣溫變冷 原因是我們海洋有一條洋流負責運送熱水和冷水 海面上面的熱水會由太平洋流去印度洋 再由印度洋流去大西洋 暖水流去大西洋之後就會冷卻 然後它就會進入另外一條寒冷的洋流 洋流再由大西洋流去印度洋 再去回太平洋 去到太平洋的時候冷水又會變回暖 再周而復始地展開另外一個循環 由於這些洋流的流量很大 所以它充當在不同的緩度之間 運送熱量和水蒸氣的角色 從而調節不同地區的溫度 因此新鮮綠木假雪入面 令到北美北歐格陵蘭的冰塵溶化之後 冰水湧入環流再去到世界上不同的地方 由於海水整體變動 所以洋流沒有辦法再把熱空氣帶去不同的地方 從而令到全球的氣溫變冷 進入另外一個小型的冰河時期 在這個時候冰川急速發展 同時由於冰雪大量反射太陽光 造成地球對太陽能的吸收能力下降 引發進一步的降溫 因此當時地球上面的冰川數量 比正常的時候多很多 寒冷的海水過了幾百年之後 慢慢被海洋所消化 海洋環流開始回復正常 北半球各地區的氣溫轉換速度也很快 只是需要幾年到幾十年左右 地球再次回到溫暖濕潤的模式 因此地球上面的冰川 受到正常氣溫影響急速溶化 由於新鮮裡木事件造成的冰川比正常多 所以溶化的時候也造成比正常多很多的淡水 形成世界各地的大洪水傳說 有科學家研究過其實二萬多年前的海平面比現在低很多 由一萬五千年前左右 海平面就不停地上升 直到一萬二千年前突然之間向上爆發 相信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海岸線 在一萬二千年前或者一萬五千年前 其實都是陸地來的 假設當時已經有人類在海邊生活的話 相對於他們來說 其實我們是住在他們的山上 而這個假設是暫時最對應得到我們剛剛提過的人類學 地質學 考古學 神話學的一個推論 如果大家還記得早十年前有一套電影叫做明日之後的話 戲裡面是說因為溫度上升造成溫室效應 令到冰川溶化 之後電影很神奇就說全世界突然之間快速結冰 還引來大洪水 不知道當時大家看這套戲的時候看不明白 但其實明日之後這一套電影就是用了新鮮女木假雪作為電影的藍本 所以如果大家看不明白這一部分的話 直接開一套明日之後來看 那你應該可以明白到七八成了 另外科學家在研究格陵蘭地區冰下的岩層時候 偶然發現了一個巨大的隕石坑 通過研究 他們發現一顆直徑1.5公里大的小行星撞到格陵蘭地區 令到該地區的冰層急速溶化 另外如果隕石撞擊事件導致大洪水的發生 是不是對應了華夏文明裡面兩個神話 第一個就是大魏射日的故事 相傳有一個叫做大魏的人物 將九個太陽射下來 假設這個不是太陽 其實是隕石碎片 當隕石撞下來地球的一刻被古代人類看到 因為他們不知道這些是隕石 所以不以為有人射了九個太陽下來 另外在鋁窩寶天的神話裡面 貢公露足不周山之後 天空穿了的大洞 傳說話不停有天火在破開的天洞裡面落下 其實這個畫面又是不是跟隕石撞擊事件不謀而合呢? 而且兩個神話都是跟大洪水有關 所以估計古人看到隕石撞擊事件 但是又不知道它的原理 所以就用神話化去解釋他們不了解的事 最後成為了我們今時今日看到的神話故事 這裡也想補充一點 其實很多人都誤會了大魏射日是後魏射日 因為大魏射了九個太陽和和上海一起的神話人物 後來又有另一個人物叫做後魏 後魏是另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 由於他們兩個都對戰術是很了得 所以後來的人就將他們兩個混合了變成一個人 實際上他們應該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物 假設12000年前真的發生過大洪水 這樣的話 現時地球還有沒有當年大洪水流下的證據 可以證實真有其事呢? J.哈倫他是一個美國地質學家 他是以研究洞穴而聞名 1909年這個地質學家 通過研究美國哥倫比亞高原 發現有一種波紋一樣的地形 他認為是經過大洪水沖沙之後移成的 他發現在高原一個叫做昆西盆地的西面 有一個巨大的乾局部 但如果這個真是一個乾局部的話 高原上面哪有那麼多水呢? 而這個乾局部當年又是怎樣形成的呢? 經過實地考察之後 J.哈倫得到了一個破天荒的結論 他說哥倫比亞高原上面的巴痕 是因為一場地球上罕見災難性的大規模洪水所造成 洪水撕裂了高原上面的土壤和岩地 因此幾天之內就造成這些峽谷和谷布 他通過研究大峽谷有很多不應該存在的沉積岩 推測美國大峽谷在大洪水時代其實是水底尼 沉積岩也叫做水成岩 是指整層堆積的鬆散沉積物 經過壓力而壓成的岩石在水底下面沉積而成 因此有一層一層的文理特徵 對於沉積岩的形成主要分開兩個派別 有一派叫做軍變派 他們認為沉積岩是經過千百年來微小的壓力所演變而成 而另一派叫做災變派 他們認為地球曾經發生過巨大的災難 這些沉積岩是因為災難劇變而成 災變論認為地表上的沉積岩就是滅世大洪水期間的沉積物 整個大峽谷原本是處於同一條地平線上面 原本是一個平原來 如果用災變論去解釋的話 就是巨大的洪水沖沉了平原之後 帶走了平原上面鬆散的泥土 最後形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大峽谷地形 而且大峽谷地形的文路也符合了沉積而成的觀感 其實就這樣看上去大峽谷 我不管有沒有災變論也好 其實大峽谷地形真的好像水底世界 再加上那層那麼厚的沉積岩 雖然現時最科學的解釋是因為地殼變動 將原本地下的沉積岩推上來變成高地 但其實你可以留意到大峽谷原本是處於同一條地平線上面 如果真的地殼變動將地底的沉積岩推高 理論上那條地平線不應該那麼直 因為沒理由每一塊岩石都剛剛好推到成為一條直線 一定是有高有低的 所以最合理的解釋就是原本大峽谷是一片平地 後來經過大洪水淹沒 部分水底的泥土變成了沉積岩 經過長年的沖拆之後 某部分鬆散的泥土被帶走了 形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粒陷地面 最後變成我們現在看到的大峽谷 從以上的證據可以幾乎證實大洪水是真正正正發生過 除了剛才說過的天然大峽谷地形之外 會不會有其他人為的建築被那場洪水淹沒呢 下面我就找了幾個現時被發現的海底遺跡 這些海底遺跡我也有篩選過 例如經過研究之後 某些海底遺跡只有三千年或以下的我全部都淘汰了 以下所說的每一個海底遺跡 它的存在歷史都可以比美蘇美爾文明 甚至乎有些聲稱它的存在時間是超過蘇美爾文明 在以色列的阿特利亞武古村是位於地中海海域 大約存在在九千年前面積四萬平方米 因為那裡沒有規劃完整的街道 因此考古學家將它定位為村莊而不是城鎮 這個水下村莊被掩埋了超過九千年 直到1984年以色列海洋考古學家首次發現它 在這條村莊裡有七塊重達六八公斤類似英國巨石鎮所組成的圓圈 在這條古村裡當時的人是住在大型的石頭房屋 房屋裡有鋪設好的地板 家裡有庭院有壁爐 還有儲存設施 考古學家認為這條村莊是最後一個冰河時期結束之後 因為海平面慢慢升高 令到阿特利亞武村莊最終被海水所淹沒 村民被逼離開去到其他地方繼續生活 而在2002年印度西部的坑貝灣海底 發現了被判斷為9000多年前的古代城鎮遺跡 在一個距離海岸40公里遠深36米的坑貝灣海底 印度的科學家發現了兩座古城的遺址 研究人員還在海底古城裡發現一些文物 不完整的人類牙齒、動物骨落、木製的文物和陶瓷碎片 考古學家對這些文物進行檢測發現它們存在可能超過9000年 比起印度其他地方所發現的古文明還要早了5000年 在這個沉沒了的城市裡 科學家還發現了一條長達9公里的河道痕跡 顯示這座古城過去可能沿著河岸上修建 相信在大洪水發生之前 這個地方曾經是一個豐樹的土地 根據地質學家的研究 印度的海岸線向內陸縮了50公里 因此在這50公里裡面 隱藏著其他被掩埋的古代文明也不足為奇 帕夫諾皮特里古城被稱為河馬時代的港口城市 曾經是希臘青銅時代最繁忙的港口城市之一 現時已經沉沒了在希臘拉科尼亞海岸附近的海底 在遺址裡面他們發現了一些文物 經過科學鑑證之後 他們發現這些文物處於5000年前的時間 而這個城市令他們最驚訝的就是有一座中央大廳 即是一個帶有長方形大廳的巨型封碑式建築 表示這座城市曾經被精英集團統治過 過去可能有很多皇室成員居住過在這座城市裡面 最後一個要說的就是羽那角 羽那角海底地形是位於台灣以東100公里 為何會說它是海底地形呢 因為羽那角遺跡是天然形成還是人為製造 一直都有爭議 有專家認為所謂的羽那角遺跡其實只不過是天然形成 主要原因是他們沒有發現到任何人類活動過的痕跡 而另外一班專家就表示 遺跡的切割面成90度角 天然形成很難做到這種切割面 其中一個日本學者木村正超估計 羽那角遺跡最少有一萬年的歷史 因此他認為這個地點有可能是神秘失落的古代文明 沒有大陸的遺跡 他提出了以下的論點 推論羽那角遺跡是人為建造 首先在遺跡裡面有很多類似道路 坑渠通道水池的結構 有某些位置形成了被周圍牆壁包圍的平面 這樣的地形通常不會是普通的水底侵蝕所形成 有梯田壯的結構而且是左右對稱的 排列也有人工加工過的痕跡 還有那些成90度的切割面也很難是自然形成 如果那些90度的切割面是自然形成的話 那些切割面的下方一定是會有岩石的碎石 即是說上面的岩石塌了形成那些切割面 但實際上切割面的下方是發現不到任何的碎石 如果羽那角地形真是一個海底遺跡的話 那它很有可能是上一次冰河時期結束的時候令到海平面上升 最後令到這個遺跡沉入海底 他們推測大約在一萬年前羽那角遺跡應該是在水面上面 那又是不是對應了新鮮女木假雪呢 雖然以上每一個海底遺跡不是說有9000年歷史就說有1萬年歷史 看起來好像很誇張 但如果你相信阿特蘭提斯真的存在的話 其實這些遺跡也可以側面證明阿特蘭提斯真的存在過 只不過現在沉了入水底裡面 因為阿特蘭提斯極有可能只是一個並未找到的海底遺跡 既然以上每一個古代都市都可能因為12000年前那場大洪水而被淹沒的話 阿特蘭提斯很可能也是其中之一 阿特蘭提斯這個topic其實也挺有趣 將來有機會的話我也會專門出一集去講阿特蘭提斯 到時大家記得留意了 既然天文學、考古學、地質學都有證明到大洪水的論說 再加上無論天然、人為都有大洪水過後留下的遺跡 現在我們一起來看看大洪水傳說裡面必不可小的證明 方舟 聖經裡面說過方舟最後是停在阿拉納山上面 而阿拉納山位於土耳其、伊朗和前蘇聯的交界 是一座死火山來海拔5065米高、山勢糾峭、中年積雪 現時阿拉納山主要有兩個地方被人懷疑是方舟遺跡 很多人會誤會是同一個地方來 但其實一個地方在4000米高的山上 另外一個在2000米高 兩個是完全不同地方來的 第一個被懷疑的地方我們叫它A結構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和蘇聯進入冷戰 1949年一架美國空軍飛機準備前往蘇聯進行間諜偵查 但無意中發現阿拉納山山頂上有一隻船型的不明物體 它坐落在阿拉納山主峰西面2.2公里的地方 海拔4724米 這個物體形狀好像船一樣 還有某些類似船的結構 現時為止不清楚它的材料 但不排除是木製 A結構是其中一個被懷疑是羅亞方舟的遺骸 當時空軍立即用相機拍下這個A結構再交給美國政府 當時的美國政府立即將這件事件列為機密 在之後的1956年、1973年、1967年、1990年和1992年 美國政府也曾經使用間諜衛星再次拍攝阿拉納山山頂的A結構 當時發現那個船型物體仍然在山頂上 直到2000年的時候阿拉納山山頂受到溫室效應影響 大部分的兵已經融化了 美國再次利用衛星拍攝阿拉納山山頂 發現那條船型物體更加突出 它的長度保守估計有309米 和聖經上提過方舟的長度大概是134米有落差 這個船型物體和現今的航空母艦大小是接近的 這個A結構對人類來說仍然相當神秘 因為該地的地形實在非常糾竅 難以攀登也沒有攀登路線 所以至今仍然未有大規模的大型燈山隊和考古學家到現場進行搜證 不過近年有探險隊宣稱他們會去調查A結構 2005年香港某個宗教團體聲稱進入阿拉納山4200米拍攝這個A結構 並且製造成紀錄片 有人質疑這個究竟是否羅亞方舟的遺跡 推測A結構只是被人類遺棄的古時聚居地 到今時今日A結構是否羅亞方舟仍然未有定案 在距離A結構20公里外有另外一個地方被稱為D結構 同樣被發現者稱為羅亞方舟的殘骸 D結構位於海拔1989米而且靠近公路 因此考古學家比較容易去到現場進行調查 在1959年一個土耳其的陸軍上位觀察土耳其各土航空相片的時候 他意外發現了一處飛彼尋常的地形 這個地形比一個足球場大了一點 而且位於土耳其和伊朗的邊境 由於這個地區非常偏遠 因此之前沒有任何記錄和報告顯示這個地形有一個這樣的物體 於是他將相片交給一個航拍專家 他仔細分析過相片之後 認為相片裡面的物體是一艘船 從圖片上可以看到這個物體完全是一個船的形狀 船的頭部呈一個V字形 船尾的部分是一個長方形 由船頭到船尾的距離大概是515米 這一點與聖經裡面的描述也不一樣 即是說無論是A結構還是D結構 兩者都是與聖經裡面所描述的長度都是不一樣 從物體的中間部分可以看得出有明顯的泥石流痕跡 有專家認為這個位置並不是羅雅方舟的第一個著陸點 羅雅方舟本來應該是處於3000米高的山上 後來經過火山活動之後 經過泥石流一直滑落到現在的位置 位於海拔2000米高 當方舟滑落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受到火山灰和熔岩所包裹 後來就長期埋在地底裡 他們認為1948年那次地震震碎了這些硬化的泥土 令到羅雅方舟一部分的結構顯露了出來 在經歷過地震之後 D結構的旋形輪廓更加明顯 後來專家在這個地方發現泥土內部有木質結構 也都在附近找到一些動物浮雕的石板 在1985年一批科學家帶同金屬探測器調查過這個D結構 最後發現泥土裡面有一個大型的金屬結構 地質學家用黃色的膠紙標示出物體金屬的範圍 這些物體的對稱性和邏輯分佈很明顯是一個人造結構 推測是造船的時候古代人類利用了金屬固定船體 而且還在附近找到聲稱是羅雅方舟的船樓 所以在1987年的時候 土耳其政府正式宣布他們找到羅雅方舟 如果你問我信不信以上的證據 就是顯示羅雅方舟真的停在阿拉納山上 我個人認為首先要解決一個先決條件 就是當時大洪水的水量一定要達到比現在地平線高幾千米 才可以將船飄在阿拉納山上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水量應該是非常驚人 因為以現時地球的冰川 再加上南極、北極全部的冰融光 都只可以提供海平面66米 雖然引發古代大洪水的古代冰川 應該是多過了現時地球上所有的冰川 但即使用了古代所有冰川 比進去都是升多百幾至三百米左右 如果要升到海拔幾千米 那真是要一個非常誇張的水量 我知道有人一定會說羅雅方舟本來是停在平地上 後來因為地學變動 所以被帶到現在的阿拉納山上 之前蘇美爾文明那條片都有觀眾提出說 人類同源說是本來大家在同一塊陸地 之後因為地學變動分裂了七大洲 但事實上就地理學上來說 用板塊移動去解釋的話 差不多要拉到一億年前才說得通 因為盤古大陸分離結合形成現在的世界地圖 大約在1.5至2億年前發生 盤古大陸大約在1.2億至1.5億年前有一次重大的分裂 所以就算拉到幾百萬年 甚至乎是幾千萬年前的地球 七大洲絕對不會是同一片陸地 板塊的飄移和海底的擴張 可能會改變大陸的形狀和位置 甚至乎會將陸地分裂成不同的板塊 但這類地質活動需要很長的時間 通常是需要幾千萬甚至乎是幾億年的時間 因此在人類短暫的歷史裡面 大陸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的變化 也都沒有證據顯示有地質事件 能夠導致大陸的毀滅和消失 所以板塊移動都解釋不到 為什麼方舟會停在二千多米高的山上 還有就是1987年土耳其政府正式宣布他們找到羅亞方舟之後 基本上看不到他們之後有什麼重大發表 雖然2010年的時候 中國曾經有參與羅亞方舟的研究 還發表在殘骸裡面找到一些木質結構 而且也有人進入這些木質結構裡面 但從這些結構我們可以看到 裡面只是一間屋的形狀 因此有人推測其實所謂羅亞方舟的遺跡 只不過是某個中型城鎮 而方舟的外形只不過是一個類似城牆的物體 裡面所謂的木質結構其實只是一些古代房屋 所以我個人認為暫時這個證據都未可以確定 真的有人找到羅亞方舟 因為在我心目中羅亞方舟有可能不是真的一隻船 首先在聖經和其他神話故事裡面 都有說過乘搭方舟的人類被指示要帶上不同的動物上船 還要一癡一熊 如果方舟真的是一隻船的話 有沒有可能放那麼多動物呢 雖然有人計算過 如果只是收藏每個動物的總科 應該是可以放所有動物的 即假設如果他要帶犬類上船 他只會帶其中一種犬類 而不會帶所有犬類 例如他帶了一隻金毛尋回犬 之後其他拉布拉多 雖然都不會再帶上船 這樣的計算方法 有人測試過是可以放所有動物的 但是方舟在水上漂泊了一年 在這一年裡面要解決所有動物的糧食問題 還要包括食育動物怎麼不會吃其他草食動物呢 這一方面只有神話的角度才可以解釋得到 所以我個人認為方舟其實是一個長方形的巨大冷藏櫃 所謂的帶所有動物上船 說的是要帶所有動物的DNA上船 只要攜帶著這個方舟冷藏櫃 就算世界末日之後 仍然可以利用這些動物DNA 再次繁殖這些動物出來 回復以前地球的生態 就好像現時我們地球有一個種子冷藏櫃 就是一旦人類文明毀滅之後 剩下的人類仍然可以在種子冷藏櫃裡面 拿回種子出來 再次種植地球以前擁有過的植物 其實根本就是羅亞方舟的植物版 這個說法我個人認為是比較合理的 否則很難解釋怎樣在這麼小的環境之內 帶了所有動物 而所有動物也沒有糧食問題 另外有人提到現時的恐龍化石 全部的頭都是向後彎 因此他們認為恐龍當時都是被另外一場大洪水淹沒 才有這個死亡姿勢 但其實這是一個謬誤 神經專家會稱呼這個現象為國公反彰 因為鳥類的頸部有一條肌肉 而他們的小腦有一個功能 就是控制著這條肌肉 令到頭部可以挺直 當小腦停止運作的時候 這條肌肉就會失去它的功能 令到整條頸部肌肉拉緊了 所以死了之後頭才會向後彎 由於所有鳥類的祖先都是恐龍 所以相信恐龍其實都有這條頸部肌肉 因此是沒辦法證實 恐龍也是受到大洪水的淹沒才滅亡 首先你問我信不信大洪水事件 我可以回答你 我覺得古代100%有發生過大洪水事件 因為官乎你看回這次的影片 提出過很多天文學、考古學、地質學 甚至是天然和人為的遺跡 都可以證明大洪水曾經存在過 分別指在於大洪水是全球性還是地域性 另外發生時間都是一個需要討論的重點 暫時來看12000年前的新鮮女木事件 貌似是最能夠解釋大洪水的假說 但時間上仍然對應不到蘇美爾文明的蘇美王表上 為何說大洪水是發生在25000至28000年前 另外亦都對應不到聖經裡面的大洪水 和大雨治水為何發生在4000年前 如果硬說12000年前那場大洪水事件 是貫穿所有文明神話裡面的大洪水 只可以說假設蘇美王表裡面 其實它計算的時間是錯的 即是以我們現代人現實的角度來看 應該是不會有人可以生存幾萬年 因此蘇美王表說大洪水是25000年前的事件 其實時間上是寫錯了 25000年前只不過是神話角度的時間 實際的時間有可能是12000年前 而聖經的羅亞方舟大洪水 由於這個故事極有可能是參照蘇美王表裡面 烏特納比西丁的大洪水故事 因此假如蘇美王表上面的時間是錯的 應該是12000年前才對 那麼聖經的大洪水故事也應該是12000年前 因為照計算現在的計算方法 聖經羅亞方舟的事件只不過是4000年前的事 而且由於年代不是太久 所以找不到任何證據顯示 公元前2000年曾經發生過這麼大規模的洪水事件 而華夏文明的鋁窩寶天事件 亦可以歸類進去和蘇美爾神話 和聖經的羅亞方舟是同一件事 因為我前面解讀神話的部分已經有說過 本身聖經大洪水就已經有很多和蘇美爾相同之處 另外鋁窩寶天其實有很多地方都和聖經有相同之處 最後得出的結論就是蘇美爾、聖經、華夏文明、三者 再加上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神話其實都有很多共通之處 所以他們極有可能是同一個神話 又或者經歷大洪水事件的人 後來各種東西去到世界上不同的地方 即是巴別塔事件 而且攜帶著他們本來出生地的神話 因此後期演變成蘇美爾、聖經、鋁窩寶天等等的神話故事 至於大雨治水無論如何怎麼看都好一定是個別事件 沒辦法跟其他洪水神話黏在一起 只不過大雨治水的地區是真的好像華夏文明神話所說 在華夏地區還是好像山海經所說 它有可能在世界上其他地方 例如中東地方 官乎全世界的神話都包含了大洪水這個元素 所以我有三個推論 第一大洪水是全球性的 從而推論所有神話傳說都是同一時間發生 第二大洪水是地域性的 從而推論所有神話的大洪水都不是同一次大洪水 但全球多個地方都有發生過地域性的大洪水事件 第三全球人類曾經在同一個地方生活 而那個地方曾經發生過大洪水 因此這群人各散東西之後 攜帶著同一個大洪水神話去到他們的新序居地 首先其實我不是那麼相信大洪水是全球性 如果它真是全球性的話 那它的水量應該非常驚人 前面我都有講過 如果方舟漂浮到阿拉納山上面 這樣的話它的水量應該要去到海拔二千多米以上 如果全球的水量都上升二千多米的話 那這些水現在又去了哪裡呢 而且都沒有一個方法可以解釋到 這麼龐大的水量究竟在哪裡來 就算整個地球進入冰河時期 所有的冰都融光變了水 都沒有可能浸到二千多米高 雖然現時有科學家指出 地底下面640公里有大量的水 甚至乎被認為有另外一個海洋 但其實這個說法只是斷章取義 我研究過那個科學家發表的報告 他指的是地底下面有一種石頭 理論上是包含了很多水的分子 由於地底下面擁有這種石頭的數量非常之多 所以當中包含的水分子有可能是地面海洋的三倍 但其實只不過是一個推論 現時是沒有任何的人類或者機器 可以落到640公里以下的地底 所以根本沒有人可以證實這種石頭的存在 不過如果你說大洪水是地域性這一點 我是相信的 就好像新鮮女木事件裡面 其實它所造成的大洪水都不是世界性 大部分都是集中在北美洲和歐洲中東一帶 我覺得這樣的可信性應該會比較高一些 一來地域性的洪水水量未必需要很大 以及地域性的洪水 極有可能在該地方存在冰川或者冰山上的冰融化之後 變成淡水流到平地形成洪水 這個說法是比較合情合理和有可能 而古代的人因為知識不流通 再加上他們不知道原來世界是這麼大 很多時候他們認為他們住的地方就是全世界 因此他們那個地方發生大洪水 就會以為全世界都發生大洪水的侵襲 最後就衍生出大洪水的神話故事 而和地域性洪水這點可以共同存在的就是全球人類 曾經在同一個地方生活 而那個地方曾經發生過大洪水 最後這一班人因為某些原因各散東西 所以將同一個大洪水神話帶去他們的新序居地 看上面講神話那個部分 你會看到我專門選了幾個神話來講 為什麼會選那幾個神話呢? 其實當我做資料搜集的時候 我發現真的有很多個國家都有洪水神話 但是有詳細描述的就只有我今次的影片講過那幾個洪水神話 包括聖經創世紀、希臘神話、華夏文明神話、蘇美爾神話 這幾個神話裏面的大洪水是記載得特別詳細 這一堆神話我叫做level 1神話 而次一級詳細的神話就有印度神話、馬雅神話、印加神話 這些我叫做level 2神話 最後就是擁有大洪水神話 但是完全不詳細的 這裡我就不再講了 我叫這堆神話做level 3神話 所以我認為大洪水的神話應該是分為三個level 再看同一個級別有什麼國家 我們就可以大概猜到 這一堆人以前是不是曾經一起生活過 假設蘇美爾人的大洪水神話是最仔細 是洪水神話的始祖 我們就可以看到蘇美爾人後來最少有三個分支 其中一個分支去了希臘 另一個分支留在本土 還有一個分支去了華夏 所以後來聖經以蘇美爾神話為藍本 創作了屬於他們自己的神話 所以我蘇美爾之謎那條片都有講過 聖經有很多神話 和蘇美爾神話是大同小異 再看歐洲歷史最悠久的文明之一希臘 其實它有很多元素都是跟蘇美爾或者聖經差不多 例如他們都有巨人、洪水、用泥土做人、教人類用火 由此可見希臘神話本身可能都有很多蘇美爾神話的元素 這一點日後到我講希臘神話的時候可能會再補充多些 而華夏文明的神話 我三星堆那條片都有講過 一樣跟蘇美爾神話有很多巧合之處 有興趣你可以看我三星堆那條片 因此從神話學的角度來講 蘇美爾、華夏文明、聖經、希臘 這群人有可能是來自同一群人 所以他們才承繼了同一個神話體系 我以前也有講過其實神話故事就是口述的歷史 即是說這幾個地方的人是承繼了同一個歷史 我們再看看Level-2洪水神話的國家 分別有印度、馬雅、印加 你就會發現無獨有偶 他們都幾次是同一個人種 會不會有一個可能就是古代有某一群人 遇到另外一個洪水事件 最後這群人各散東西 去了印度、馬雅和印加呢? 因為在馬雅神話裏面其中有一個故事是說 傳說中有一個大陸叫做武大陸 上面住了一群人 但是武大陸受到大洪水的摧毀 最後沉沒在地球的海洋之中 而我前面講阿特蘭提斯神話的時候也有講過 有一本叫做馬雅手抄本 曾經有提過一萬二千年前曾經有一場大洪水 淹沒了一個大陸 而那個大陸就是武大陸 那會不會是曾經武大陸上面居住的人 最後去了印度、馬雅和印加呢? 這一點將來我講武大陸的時候可以再補充一下 所以我一直相信一個理論 就是現時我們所學到的世界觀 甚至乎是歷史 都不是真實和正確 真真正正的世界歷史一定有人知道 因為從以上神話的蛛絲馬跡 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的歷史應該不止一兩萬年 文明也應該不止幾千年 如果連我們都看得出這些端藝 我相信一定有人知道這個世界上的真實歷史 但由於要方便管理我們這些一般人 所以有一堆人控制著這些資訊 不讓我們這些一般人知道真實世界的歷史 和真正的文明時間 甚至乎其實他們是不是一早已經知道 外太空、水底、地底 是不是已經有其他有智慧生命體存在呢? 而這班人會不會就是傳說中的共濟會 或者光明會的成員呢? 將來大MansionD 將會繼續為大家解構這個世界的不解之謎 首先今次做這條片的資料搜集的時間 差不多等同我做蘇美爾之謎那條片的時間 因為我出了神秘學那麼久 做得最長資料搜集的影片 應該就是蘇美爾之謎 但今次這條大洪水之謎 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而且本來本來想著這條片應該是7月頭才出的 本來想著攤長一點時間來做 就不要做到那麼辛苦 但想想下6月尾我又要玩這個Elden Wing 到時又未必有時間可以做到片 所以還是算了 做完就6月中出了 還有就是今次這條片都會好像前面一樣 有機會將某一部分拆細出來 大家將來看到有些細片的時候 就不要問我為什麼 這個不是之前說過的嗎? 我已經說了這條片是很有機會 會將某些細部分拆出來做一條細片 還有就是要多謝今個月支持過我的金主 不知道為什麼呢 這期很多人問我會不會開Pay Me Code for今 又或者是開會員制 其實我之前都有說過 因為我短時間內應該是不會開會員制的 因為以我現在出片的時間 其實我真的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做一些多餘片 如果我開了會員制的話 其實我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可以讓你們看到 因為我根本都沒有時間去做 其實我本身的正職都已經很忙了 所以你看我差不多一個月才能出到一條片 這個是我的極限 所以我沒有理由要你們放了金做了會員 但又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給你們看 雖然可能你們有些人會不介意 但是我介意 所以暫時我應該不會推出會員制 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的東西都是一樣 還有我暫時最大的希望 其實是擴展我的市場 其實我是很希望我的影片 可以連國語市場的朋友都會收睇到 如果是有講國語或者普通話為母語的朋友 我希望你們可以推介我的影片給你們身邊的人看 雖然我不是說國語 但我的影片全部都有中文字幕 我相信你們是看得明白的 我希望擴大這方面的中文市場 但我是不會說普通話的 雖然其實我是懂得說普通話的 但我希望我講廣東話 人家是會識別到我是來自香港的 就好像以前東南亞、中國、台灣、日本、韓國 很多人都是看香港電影一樣 我都很希望其他地方看到我的影片的人 都知道我們是Made in Hong Kong 所以如果你是華語系的朋友 我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 因為我相信在現時任何的線上平台上 大MansionD為大家帶來的神秘學影片 在市場上是為數不多的高質素影片 因此我希望懂得中文的朋友 都可以吸收到這個台的神秘學資訊 所以希望華語的朋友幫忙推介我的頻道 讓你們的朋友知道 另外這裡也想說一說後備台 即是大MansionD的2號台 雖然我現時是沒有定案的 但我初步的想法就是把遊戲的Gameplay影片 雖然沒什麼人看 搬去第二個頻道 所以我就開了一個2號的頻道 大MansionD的2號的頻道 我就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希望大家都去subscribe我的2號的頻道 2號的頻道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用途 就是它作為主台的backup 就是一旦大MansionD主台將來有什麼事情發生 整個台沒了的話 大家都還有一個2號台 如果不是只要主台倒閉的話 或者被youtube蓋了 大家將會永久地失去大MansionD 所以2號台除了放一些Gameplay影片之外 另一個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作為主台的後備台 以免將來有什麼問題發生 大家都知道我經常說什麼 食人放火、外星人、youtube最不喜歡這些東西 暫時2號台只有台 就不會出片 出片還是留在主台 2號台暫時的定位 一大一個定位應該是backup台 所以大家如果不想永久沒有大MansionD這個台 記住記住記住 去subscribe我2號台 在資訊欄下面 至於10萬訂閱那塊小牌我已經收到了 很多人就叫我拍開箱 但其實我在想會不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方式去做這件事 我現在還在構思 可能會拍可能不會拍 最主要我希望這個idea是特別一點的 所以如果純粹拍一個開箱片 我就覺得沒什麼吸引力 所以10萬訂閱那塊小牌 將來想會不會找到一個有趣一點的idea來做 還有就是我發現了 雖然我過了10萬訂閱 但其實你們很多人都說錯了我的名字 我是叫大大 第一個名字是DimensionD這個大 就是DI 第二個是大小的大 就叫大大 你們很多人叫我兩個大字 要不就DIDI 過了10萬訂閱了你們可不可以叫對我的名字嗎 還有我發現一件很過分的事情 原來差不多9成的人看過我的影片 都是不訂閱的 沒有理由的 你們又說大大的影片這麼高質 又說香港難得有這個廣東話講神秘學 又說什麼大大不紅天理不容 但是都竟然沒有人訂閱我 那你們真的不怪我以前一年才做一條神秘學片 所以這裏緊急呼籲大家 如果大家還想看到我的神秘學片 記得訂閱 like 留comment 還有最緊要 share給你三個朋友 去擴大我的訂閱數 還有這個位置都想宣傳一下 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DimensionD的主頁 Channel的主頁 你就會發現右邊就會多了一個Instagram的icon 其實DimensionD的Instagram 最近就已經開了 那這裏也想說一下 其實DimensionD的YouTube Channel 主要就是講這個神秘學 電影動漫和遊戲 還有做這個遊戲直播 DimensionD的Instagram 主要是會分享一下我的生活點滴 以及一些文化相關的東西 那如果你對於這些都有興趣的話 請你follow我的IG 就是在那裏 DimensionD的 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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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D